您今天总共消费了两千六百 两千多 怎么这么贵 陆总 欢迎光临 我来一趟你们家真的是不容易 请 请 我自己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吃个便饭至于这么隆重了 陆总 您不是普通的客人 您是来我家吃饭最有钱的客人 今天为您准备了五十八块钱的红酒 跟白开水 您选哪一个 不必有 一会儿有人来给我送酒 我的酒 谢谢 这是陆总的酒 谢谢 谢谢 您好 我就欣赏你这样有品味的客人 欣赏 好 好 今日头盘 你看 蟹粉 海胆 鱼子酱 你能不要老拿一个浴巾站到我旁边 你 你会让我感觉我是来搓澡的 对不起 陆总 让你有不美好的遐想 不过今天您光临寒舍 红碧神辉 祝您 您才愉快 请您接一下账 您今天总共消费了两千六百 两千多 怎么这么贵 陆总 听我跟您细算啊 今天咱这个饭 五百元 市场行情 服务费 百分之二十 售您六百 之所以贵呢 是因为您的酒贵 酒是我自己带 开批费百分之二十 行价 所以您今天总共消费了两千六百块 看到咱俩相处了这么融洽的份上 我就给你抹个铃 就算两千可吗 两千零六百吧 这算是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一路顺风 至安全 拜拜 来 往左里 管门 谢谢 请慢用 谢谢 低温澳洲新冷牛排 陆总 您今天喝点什么呀 我猜你一定是自带酒水了 是的 贝贝安基的干红 这个肯定挺贵的吧 我帮你打 不必了 你来 陆总 您不会不知道 开瓶费不是指 瓶盖打开的费用 而是指自带酒水的服务费吧 这个我们知道 顾老师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款酒在市面上并不流通 虽然它价值不菲 但是它是属于私人酒窖的藏品 所以它的价格为零 那 那你们也得用醒酒器吧 让您失望了 不用 那是 市面上不流通 可能是卫生许可证没有拿到 小心中毒 脱胖胖 银月 低渐下班位自己干包饭吃吧 真不用谢了 不是 你是买牛吗 你吃个饭得听音乐